這個大炸鍋了對不對 看到美國25個軍火頭子 集體到臺灣來 那天呢 介老師在我們那晚報 我就講的一句話 我印象很深刻 大家反應也都很好 就是說軍火販子 軍火頭子這種工作 過去比較見不得光 也不太受人尊重 那這次到我們臺灣來 這麼高調 而且受到高規的歡迎 感覺讓臺灣 變成個國際笑話的感覺 所以今天我想 我們從這個部分先來切 但是我先給大家補充一下資料 如果說你沒有跟上這題的話 第一個 記得去我們拉完 報補一下課 第二個 這次來的 25家軍火商 4月30號到臺灣 都是大名鼎鼎 全球第一大 第二大 這個洛馬 還有雷神 全部都到齊 那洛馬不得了 洛馬它的去年營收 660億美元 很多明星級產品 大陸五代戰機有沒有 F22 F35 就是它做的 那雷神也是 雷神的是全球第二大 它的代表產品 標槍反坦飛彈 刺針 戰斧飛彈 都是它的產品 那這25家 每一個都大有來頭 第一個我要先請教 介老師 就是延續上子您所說的 在全球各地遮遮掩掩的 不太願意告訴別人 不太願意曝光 見到鏡頭也會閃避的 但是這次高調來 而且受到我們的高規歡迎 但比較特別的是 這一次蔡英文辦公室 主動發布了聲明 因為之前大家都傳說 蔡英文一定會接見 但你想想看 高調來就罷了 台灣領導人去接見 這批軍火頭子 這個感覺好像 有點不太像話 所以這次蔡英文辦公室 是主動發布訊息 說不知道消息從何而來 說這是個謠言 但是我必須要對照一下 上次2019年一樣 當時美臺商會 韓伯如會長 就率領也是一樣 直接軍火頭子來 當時蔡英文不但有接見 而且蔡英文辦公室 是主動發布新聞稿 而且蔡英文還致辭 對不起 她致辭的時候就說 台美民間互動密切 這些訪兵 都是這個防務 國防上面的領域廠商 希望透過合作 讓我們的台灣廠商 能夠藉此進入 有國際的生產鏈 這是她當初的致辭 我有找到 所以當初有致辭 然後高規的主動發布 這個新聞稿 相對於這一次 主動辟謠說沒有 態度大轉變為什麼 氣氛不對 而且一開始 他們搞得太高調 我覺得這種軍火商 能夠高調到台灣來 要不然這一批軍火商不正常 又就是蔡英文政府不正常 兩個就是都不正常 國際社會沒有這麼高調 要搞軍火 因為戰爭販子的帽子 一直都掛在這些軍火商頭上 這些人如果沒有戰爭 他賺什麼錢 而且他們賺的都是暴力 那哪裡有這些戰爭的味道 他們就聞香而來了 那現在美國軍火商 甚至讓人家厭惡的是什麼 他們甚至在背後製造戰爭 美國有很多歷史學家 在研究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 還有美國後來 二次大戰以後機場戰爭 都暗指這個背後 有美國的所謂的軍工複合體 軍工複合體就是一群軍火商 而且美國的軍火商 是很特別的一群 為什麼 他們跟美國的軍隊幾乎是結合的 你去看現在的Austin 美國的國防部長 他下臺以後 他退役以後都在哪裡 都在這些軍火商裡面 做高幹 做高管 所以就是說軍方的高層 到這個軍火商 是結合為一體 那你說他做軍方的 在做軍事決定的時候 他想到他的公司 要不要賺錢 那當然這場戰爭是打還是不打 出兵不出兵 你覺得不會受影響嗎 所以這些人走到哪裡 其實很多國家都可能 有一點 起碼不敢讓他公開往來 公開往來 現在比如說在台灣 我們有人敢說 我是做軍火的嗎 對啊 做軍火人家就說 對不起 這個朋友我不想交 因為我們中華文化是愛好和平的 這些做軍火的 就是賺戰爭財的嘛 我們對於賺戰爭財的人 大家都事實上是瞧不起的 但是他們以防衛為由 大搖大擺 正大光明 我們從剛剛那個畫面中看到 你也很難想像 就是一輛大遊覽車 這裡面每個人的身家超級顯赫 我也覺得很奇怪 他們之間照理來說 本來可能會有些競爭關係 但是是什麼樣的利益 把他們綁在一起 坐一輛大巴 坐一個圓桌吃飯 集體拜會到台灣來 然後高調的曝光身份 你覺得中間是兩個政府 美國跟台灣政府的 對接行動嗎 我覺得主要是蔡英文政府的 對接行動 因為她現在一直在營造 一個島內的氣氛 就是說美國人很支持台灣 兩岸雖然兵兇戰危 好像這個以美國人講的話 從2023到2027 每一年都可能爆發兩岸戰爭 美國的這些預言專家 每天在預言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要安撫民心 他要安撫他的支持者 就是說大家放心 美國人非常支持 所以兩年前也來了 這些軍火商 他還比較低調 這一次幾乎你看 這個等於就是說讓他這個綠媒 跟著他拍 然後走到這個各個地方 然後他的發言人總統 他這個蔡英文辦公室發言人 還出來講 還對這個團有所解釋 然後他的行政部門負責人 鄭文燦也都出來有所發言 那我想他們基本上 就要依照一個氣氛 就是美國正在盡全力的 幫台灣準備一場戰爭 但是台灣人民不是傻子 那這一幕實在是太不尋常了 台灣以前在賣軍火的部分 也出了一些命案 隱清風命案 當時在台灣宣騰議時 這個案子到現在還是個懸案 還沒有完全的破解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次 又是台海非常緊張的時刻 過去台美之間的軍售問題 也引發了很多爭議跟不滿 包括我們看到 它的延遲到貨 它來的武器用這個 我們看到一些來賓的講法 叫閹割板 並不符合台灣的需要 等等之類的 台灣人民心中 其實不是那麼的滿意 也沒有辦法彰顯 蔡英文一再強調 什麼主權 台灣優先 但至少在這個軍購當中 我們是看不到這樣的意味 那我還是想請教一下 這個介老師 我們看到他這次的行程 蔡英文雖然沒有接見 但是他們到了台灣的防務部門 跟防務部門下面的一個單位 叫做下面的一個單位 然後進行了對接 叫做國防安全研究院 那雙方進行了一場閉門會談 進行了閉門會談 這個一講到閉門 大家就有點敏感 25個軍火頭子 都是赫赫有名 這次來套網友的說法 就是來大撈一筆 海撈一筆 尤其是趁開戰之前 掏空台灣的概念 掏空了台灣的科技業之後 繼續再掏空台灣的外匯存體 是不是這個概念 對 就是這個概念 你知道發展軍火業 我認識一些朋友 他們是過去退休的將領 他們給我一個概念 他說軍火業是無底洞 他說那個花錢如流水 可是這個錢又花得神神祕祕的 他只要打這個國家安全的名號 他就怎麼樣 他就可以大筆的花錢 大筆的開銷 所以我認識的這些 退休的軍火業是無底洞 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主政人的一個良知 良心 然後他也內部 也有一些監督的機制 可是就這樣情況之下 你看在李登輝的時候 那個拉法葉劍的事情 鬧出命案 結果中間拿了多少回扣 到這個案子到現在還查不清 所以即使在那個時候 政府還是紀律比較好的時候 都會出這種事情 那現在蔡英文呢 蔡英文事實上 我們剛剛講這個國防研究院 我認為她就是要把 這個軍火的採購項目的決定 從哪裡 從誰的時候 從國防部的軍備採購局 裡面拿出來 也就是過去 我們有一個駐美軍事代表團 他以前的負責人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的資深 而且操守非常廉潔的 這些國軍的將領 他在那邊負責採購 第一個絕對不會拿回扣 第二個所有的採購項目 都是遵照軍方的評估以後 台灣的需要 軍隊需要去買這些武器 那這些過程中就是 他是一個軍方的 一個很完整的體系在採購 在提出武器的需求 那這個讓民間就感覺 像蔡英文這些人 他們就覺得手插不進去 所以這一次我認為 國防研究院 這裡面很多都是文人 不是軍方 另外一批插到國防體系裡面 你知道國防過去 是一個很封閉的團體 他們防衛部門 他們都是軍事體系出來的 這文人很難插進去 文人現在就靠國防研究院 然後他掌握一些怎麼樣 軍事知識以後 最後再做什麼 最後再決定要買什麼武器 你想想看 由他們跟這些軍火商 直接在決定採購 什麼武器的時候 那台灣的軍事預算 大部分就交給 就由他們來決定 誰來採購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就是說一個民進黨綠色 這一些軍火商 跟他們的白手套之間 跟國防體系原有的 這個專業的採購單位的 一場較勁 那麼現在很明顯你看出來 這軍火商到哪裡去按門鈴 軍火商過去只找國防部 直接跑到這個研究院裡面去了 這個研究院談什麼呢 跟軍火商能談什麼呢 就是要決定買什麼武器 所以我覺得這已經很明顯了 那蔡英文過去一段的 很長一段時間 不是很短一段 很短一段時間 她把防衛預算增加了兩倍 現在幾乎是 六千到七千億一年 我最近跟一個朋友聊天 講到這個她也很有感覺 她做了一個形容 她說這個 她覺得有點像什麼呢 像這個下市前 最後再海撈一筆 就是台灣你知道 台灣將來上戰場 或是台灣的這個危險度 台灣感覺上要下市了 一個公司來比喻 既然如此呢 就毫不客氣 大家都大撈一筆 美國撈美國的 台灣主政者撈台灣主政者 當然這是她的一個評語 但是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 這個事情來 我覺得確實讓台灣的民眾 大家感覺到戰爭的臨近感 很近很近嘛 要不然為什麼要這麼多來呢 對不對 過去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覺得一個很有意思的就是 台灣的這個政府部門怎麼說話 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第一個我剛剛說的就是 這個蔡英文辦公室出面否認 主動出面否認 這還蠻特別的 但是呢我們看到這個 也是蔡英文辦公室的 副秘書長黃崇晏 她東拉西扯 講了半天她丟出了一句話 說這個他們來之後呢 臺灣的軍工股票突然拉起來 就被罵翻了 大家說你是商女不知亡國恨嗎 此刻大家關心的是 臺海的安全問題 你老生有心情炒股票 那是不是在炒高端股票之後 進一步的 你們當然內心消息更多 是不是進一步炒 臺灣軍工股票 確實是軍工股票漲了一波 另外臺灣行政部門的 這個副的負責人 鄭文燦她以前是桃園 桃園的市長 她更離譜 她說不是來賣武器的 這些人是來選擇供應商的 來選擇合作供應商 就被網路上也是罵翻了 說不是來賣武器的 是來收保護費的 所以民進黨這些要角 講這些話並不讓人意外 但有些就是讓你覺得說 他們到底怎麼看 臺海此刻的情勢 這種輕率的態度 開玩笑的態度 還有心情想到股票 這些人在主政 臺灣怎麼辦 臺灣就準備變成美國的炮灰 臺灣人民就變美國 因為你看他們的心態 就很清楚顯示出來 他重視了什麼 重視了商業利益 也就是說戰爭 他沒有想到 要付出什麼樣慘痛的代價 他看到的是機會 也就是一件事情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是危機 他看到什麼 他看到的是機會 這個機會是什麼 商業機會 所以他們比較正能量 我佩服他 居然把這麼樣一個 這麼樣一個嚴肅的話題 變成一個賺錢的機會 也是一句話嘛 喪事喜辦 對不對 喪事喜辦 所以你想想看 然後他們想到的是什麼 這也就是說 現在我看了他們這些 25個軍火商訪問他 他在臺北的行程誰排的 去哪一些廠商看 是誰提出的要求 那你說我們臺灣 如果說能夠做到 這些25個軍火商生意 那十大生意是沒錯 這個雷神跟Rocky Rocky Martin 是全世界最大兩家 那臺灣軍火 有些還不見得是軍火商 整批它只是零附件的 那到哪一些廠商去看 你這個廠商跟 蔡英文政府的關係不好 他會安排你去嗎 那你這個廠商 如果獲得商機的話 是蔡英文政府幫你的話 那你選舉的這個 你的贊助金是不是要多一點 你的票是不是要投給我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在看 臺灣 臺海的危機 他看到什麼 他看到商機 商機後面 什麼個人這些從政人員的 民進黨從政人員 他們個人利益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另外一個他們選票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體制大的問題 就是說什麼到最後的話 政治人物想的都不是別人 都想的都是自己 這就是美式民主 現在顯示出來的 在臺灣的非常惡劣的裡面 民進黨蔡英文 只想到自己 戰爭的時候 他想到這些廠商的商機 商機的後面 是誰把他帶來商機 那你把這筆帳算給我 蔡英文 你把票投給我 你的政治捐款捐給我 所以他們想像是這樣 他看到的圖像是如此 臺灣走的也是美式民主 當然這個臺灣跟美國 接下來都有大選 領導人大選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軍火商 包括美國這些 很多人都是在美國 管共和黨民主黨的 一個重要的金主 對不對 就跟剛剛介老師講的 也是一樣 臺灣這些軍工複合體的廠商 他們在選舉的時候 應該也是貢獻支持了很多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洛馬跟雷神 目前都已經被大陸點名制裁 被列為不可信的實體名單 也要他們繳罰金 天下罰金 15天內 但是都沒有繳 所以這個制裁又升高了 升高就是說禁止一切的 跟中國大陸的交易往來 那當然影響很大 有人就說 這個大陸這個蝦棋哄什麼 你又沒有跟他們買武器 這個制裁有什麼用 但別忘了大陸是全世界 最大的稀土出口國 那所以它很多武器 需要的原材料 稀土 零件等等 確實會造成一些影響 國台辦也有發表談話 說軍火商的煽動衝突 而美國政府保駕護航 這話講的是沒有錯 我還要拉回來 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些軍火商來 當然你覺得幹嘛呢 幫台灣賺錢嗎 不可能嗎 就是發軍火財 賣武器 給台灣 呼應著之前拜登講的 要在台灣打造一個 區域應變軍備庫 這個文糙糙的什麼意思 就是在台灣搞一個彈藥庫 但是我要問這個老師 在台灣 美國窮盡一切的力量 在台灣做一個彈藥庫 對我們台灣是更安全 還是更不安全 我絕對不安全 而且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家附近 如果有在大型的工程 有掩體的話 你要打聽一下 是不是彈藥庫 在你家附近 你房價穩碟 所以戰爭的時候 你第一個遭受 可能你的彈藥庫 你住在附近 它就是被打擊 這比核電場還可怕 對 比核電場還可怕 整個來講 我覺得民進黨 它現在等於是跟著美國調子唱 那這一個禮拜在台北 我覺得應該用一個名字來講 叫戰爭州 基本上完全是在搞戰爭的 主調就是戰爭 然後開軍火商來 讓民進黨認為 對他的支持來講 放心 美國已經槍炮彈藥 通通送到了 另外一個還請了一個 請了一位美國的頭號戰爭犯 全世界最有名的 叫John Bolton John Bolton 請來臺灣來怎麼樣 廣宣戰爭 鼓勵臺灣要積極努力 一切要以烏克蘭為目標 向他看齊 在烏克蘭戰爭之前 還有戰爭之後 整個烏克蘭政府跟人民的表現 要做臺灣政府跟人民的表率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禮拜 就是一個戰爭州 因為這個蔡英文的接班人 這個賴清德 他現在定調了 就是要備戰才能夠避戰 之前我們講的很多是 呼籲蔡政府要避戰 那賴清德的論述是 我要備戰我才能夠避戰 但問題大家就要來拆解 他的備戰有沒有效 我們看到他的一切 這個做法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 25個軍火商來 在臺灣打造彈藥庫 還有你跟美國軍購 但是軍購了半天 你東西又沒到 所以你一切一切的 這個備戰手段 這個介老師你來看 民進黨式的備戰手段 能夠有效避戰嗎 基本上是不行 因為民進黨目前的 備戰的整個的規劃 這個權力跟整個的配合 已經被美國國防部 就全盤端去 蔡英文政府完全在配合 這個也就是過去 這個邱垂政他們 一直在所謂的 臺灣整體防衛戰略的 一個規劃是如何的 臺灣整體防衛戰略 照邱垂政他們 這一批專業軍人 他因為是要決戰於境外 決戰於境外 然後呢 奸敵於攤頭 沒有要打這個城鎮戰的 因為到了城鎮以後 基本上臺灣根本沒有附地 無險可守 對 所以我想追問一下 這個假設備戰不成 真的開啟戰斷的話 也希望傷亡減到最低 不是嗎 但他現在的主要的手段 包括他買的武器來檢視 都是讓臺灣的傷亡增加 不是嗎 對 他是要以時間換取空 用有時間換取空間 然後以這個犧牲 人命的犧牲來贏得空間 這個戰爭很慘 也就是現在烏克蘭的打法 烏克蘭的打法 那我們戰爭其實演習 什麼都有個想定 想定就是那個狀況 你希望戰爭怎麼走 因為如果把你的 所有的軍事投資 都放在殲敵於境外的話 那你就很需要這種 遠距的打擊 你需要有戰鬥機 你要飛彈 那這個飛彈的射程 也要足夠 然後打擊力也要足夠 那你這也是原來 這個臺灣的專業的 這個軍事部門 他們的規劃 可是你看近年來 美國不是這樣看 美國基本上 它提供臺灣的武器 整個的內容在大幅轉變 基本上它賣你這個 所謂的托式飛彈 1700枚托式飛彈 是什麼 托式飛彈是反坦克飛彈 它基本上在做陸戰用 另外一方面 它這些要打造軍火庫 也是希望 因為臺灣這個 臺灣這個地方 如果上了陸打的話 你要有足夠的軍火 那美國就把軍火 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整個美國的 臺灣未來的兩岸戰爭 它看到的想定 是一個什麼局面 是一個城鎮爭奪戰 是像目前像烏克蘭的一樣 而且基本上要全民兼兵的打法 所以才有美國人說 希望臺灣變成毒蛙 變成什麼 刺衛 然後歐克蘭就前美國 在川普總統的國安顧問說 要在泰出所裡面放什麼 放刺針飛彈 放什麼 監視飛彈 然後最近他又 歐克蘭還跟他講說 臺灣有100萬支AK-47步槍 讓老百姓全民皆兵的 臺灣民眾拿到槍之後 要去上凱道啊 所以這是很危險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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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